前面我们用两讲解读了夫妻共同财产字 它是我国最普遍试用的夫妻财产字 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 我简单提到过一种与它对称的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字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夫妻财产AA字 这种夫妻间的约定要怎样才能生效呢? 这一讲来仔细说 还是先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小楚与小丽是夫妻 某天夫妻俩为了买房向朋友小郑借款350万 借条是妻子小丽写的 但只写明了小楚向小郑借款350万 因为商人关系不错 小郑没多想也就把钱借了 借款到期小楚还不上钱 小郑就找到小丽 但她也拒绝偿还 小郑无奈就起诉到法院 要求夫妻俩共同承担债务 答便时 小丽拿出证据 说自己和小楚在结婚时签过协议 明确约定了婚后个人财产归各自所有 个人负债独自偿还 并且借款协议也是以小楚名义签的 所以这笔债务和自己无关 案例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你认为小丽要不要和小楚一起共同还债呢 可能有同学会想 这得一起还吧 毕竟借钱时夫妻俩都在场 借条还是小丽写的 但是小丽的举证也有道理 她和小楚很早就约定了夫妻财产 债务都不共有 而且借条也是以小楚名义签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小丽就不用一起承担债务了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夫妻约定财产制 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只有两种 一种是前两讲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 也叫法定财产制 另一种是约定财产制 也就是夫妻有权约定 夫妻财产不共有 两人自主选择婚后的财产所有关系 例如可以约定婚后财产扔归各自所有 或者一部分各自所有 另一部分夫妻共有等等 在法律地位上 夫妻财产共有是我国基本的夫妻财产制 约定财产制是对他的补充 夫妻财产共有更加普遍 但是在效率上 只要夫妻双方有约定 那就是约定的财产制优先 按照双方的约定 确定夫妻财产的所有方式 如果夫妻俩对财产制没有特别约定 那就默认婚后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 说到这 可能有同学会想 为什么夫妻对财产关系的约定 能比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效率更优先呢 这是因为 低结婚姻关系本来也需要双方合议 这本质上也是一种约定 只不过除了合议 结婚这个民事法律行为还需要经过登记 国家才承认它有效 而男女对婚后财产的约定 只是对婚姻合议的进一步细化 具体约定了婚后怎样安排财产 这种合议也应当得到法律承认 不过 夫妻对财产的约定不能独立存在 只有婚姻关系生效 这种约定才能生效 夫妻实行约定财产制 要注意什么呢 主要得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最基本的肯定是自愿原则 定立还是不定立这种夫妻财产协议 是在婚前还是婚后定立 以及定立后可否变更或者撤销 都有当事人自主决定 此外 双方在约定夫妻财产制时 必须出于自己的真实意志 夫妻一方不得强迫对方 接受自己提出的内容 如果一方采取欺诈 胁迫等手段 让另一方违背自己真实意志 接受了约定的内容 则约定无效 比如张三和李氏结婚 张三以做生意 规避风险为由 欺骗李氏签订了夫妻财产协议 约定婚后财产都归自己所有 然后卷款跑了 这种出于欺诈目的签的财产约定 就应该是无效的 再比如 假设是李氏婚后 要求签订所有财产都归自己所有 张三无权支配夫妻财产的协议 否则就要偷合上吊 张三无奈在协议上签字 这就是一个胁迫的财产制约定 也是无效的 第二是公平原则 也就是在约定夫妻财产协议的具体内容时 要做到权利义务对等 防止不公平 我们变形一下前面的案例 如果张三和李氏是在协议约定 婚后张三的财产归自己所有 但张三的债务却由夫妻共同承担 这就属于约定内容违反了公平原则 但如果约定双方财产归各自所有 家用共同负担 这就是恰当的 此外还要注意 在适用公平原则时 更应当着重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例如 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的协议进行解释时 如果约定不明确 应当向有利于女方解释 可能有同学会想 这不就不公平了吗 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在社会生活中 从总体上说 女方还是弱势 需要得到特别的保护 这就像交易关系中的主体是平等的 但是法律采取倾斜政策 侧重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是一样的 第三是合法原则 这很好理解 夫妻之间实施约定财产制 本质上也是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民法典礼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性规定 也当然要遵守 最基本的肯定是不能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以及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除了一般性规定 夫妻约定财产制 要想生效 还必须满足两个要件 首先 是婚姻关系当事人必须有订阅能力 也就是男女双方要达到法定婚龄 其中男性要年满22周岁 女性要年满20周岁 其次 约定夫妻财产时还必须符合特定形式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 定立夫妻财产协议时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口头约定无效 根据现行法规满足了这两个要件 也就可以定立夫妻财产协议了 不过 这和签普通的合同毕竟不太一样 约定夫妻财产是一件正式严肃的事情 还会长久的影响婚后的共同生活 所以我建议 定立书面协议后 最好还要通过正式的程序确认 例如对协议进行公证 增强其公信力 除了公证 我们在立法时还曾建议过 民政部门在进行婚姻登记时 应当同时登记夫妻是否选择约定财产制 也就是设立夫妻财产约定的登记程序 不过目前没有被采纳 说到这里 我还想多补充几句 国外一些民法典在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时候 通常会列出几种不同的示范性财产制 当事人可以在其中选择 我国没有采纳这样的方法 只能靠夫妻双方自己确定内容 因此 夫妻选择约定财产制时要慎重 最好能约定清楚分别所有的方法和范围 避免发生麻烦 夫妻财产协议定例后会发生什么效率呢 首先是对内效率 这个很好理解 也就是夫妻要遵守协议里对婚姻期间所得的财产 以及对婚前财产的约定 我们重点说说对外效率 夫妻财产协议的对外效率 是夫妻对婚姻财产的约定能否对抗第三人 我国法律规定 第三人知道夫妻对财产关系另有约定的 就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率 也就是只以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人不知道的不能对抗第三人 也就是要用夫妻共同财产来承担民事责任 比如我们前面讨论的案例 小楚和小丽约定夫妻财产分别所有 对他们自己没有问题是有效的 可是他们的约定没有对外公事 第三人小郑不知道 所以小郑在要求还款时 两人就不能以夫妻约定财产制对抗 只以一个人的财产还款 还是要夫妻双方共同还债 好 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问题 我先说到这里 我总结一下本讲的要点 第一 夫妻约定财产制 是指夫妻有权以约定的形式 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 自主选择婚后的财产所有关系 第二 夫妻约定财产关系时 要遵守的原则是自愿公平合法 第三 夫妻实施约定财产制 对内效力是约束夫妻双方的财产关系 对外效力是第三人制造时 对其发生效力 否则不能对抗第三人 结合前面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开头的案例 小楚夫妇俩在结婚时 选择不采用夫妻共同财产制 而是约定个人的财产和债务 由各自负责 这是可以行使的权利 约定生效后也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但小郑给夫妻俩借钱时 并不知道两人订立过夫妻财产协议 决定不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 并且案例中还有一个细节 借条是由小利出具的 两人借350万是为了买房属于共同使用 小郑就更有理由相信这一次的借款 夫妻俩有共识 是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 应当有两人共同偿还 所以小利和小楚 对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 对第三人小郑不发生效力 如果最后小楚实在还不上钱 小郑有权要求小利也共同偿还 因为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假设小郑事前知道两人是分别财产制 还答应小楚用自己的名义借钱 这就不能要求小利一起还债了 听完这一讲后 你知道了夫妻约定财产制 在婚前婚后都可以选择 你会考虑采用夫妻约定财产制吗 我们在上一讲说 夫妻可以约定婚后财产不共有 而是仍归各自所有 其实哪怕婚后采用的是财产共有制 夫妻之间仍然有一部分财产是无法共有的 只能属于自己 都是哪些呢 这一讲来仔细说 先来看一个案例 小李在结婚前获得了两套房屋的拆迁补偿 也签了协议 结婚后要给这两套房屋办产权登记 办理时写明产权人为小李 共有人是他的太太小菊 登记后两个人都一直没有使用和管理过房屋 后来夫妻俩对这套房屋的所有权有争议了 小李认为这两套房屋都是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 所有权只归自己 小菊则主张自己也是共有权人 并且由产权登记为证 两人争执不下 就输到了法院 案例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你认为这两套房是小李的个人财产 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可能有同学会想 这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毕竟办房产登记时已经写明 小菊也是这两套房屋的共有人 那他对房产也应该享有所有权 这个想法有道理 但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 还是认定了房子是小李婚前个人财产 而非夫妻共同财产 怎么理解这个判决呢 这就要说到本讲要学习的夫妻个人财产 一说到夫妻个人财产 很多人会想到夫妻一方攒的小金库私房钱 这是不是夫妻个人财产呢 其实不是 我们之前也说过 很多时候小金库只是配偶一方 从共有财产里私自留下了一部分 方便自己使用 他本质上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这一讲要说的夫妻个人财产 在法律上是独立的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婚后的合法大金库 并且所有权只属于夫妻一方 都有哪些财产只属于夫妻个人呢 这就得看民法典第1063条的规定 具体来说有五类 咱们爱哥来说 最基本的是婚前个人财产 这很好理解 例如婚前个人的存款 开办的公司厂房 以及自己吃穿用住的一切物品 这些在结婚前就是个人的 结婚后当然还是归个人所有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但有一点要注意 个人财产在婚后增值了 增值的部分 是不是也属于夫妻个人财产呢 这得分情况来看 如果这部分增值是个人财产 在婚后产生的自息和自然增值 那还属于个人财产 例如婚前存款产生的利息 这是自息 婚前个人房产 股票的自然上涨 这属于自然增值 除了自息和自然增值 其他情形下个人财产增值了 都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例如在婚后出租 婚前个人房屋取得了租金 这就不能算是自然增值 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但如果是把婚前房产直接卖掉 获得的房款仍然是个人财产 再比如 男方婚前办厂 结婚后夫妻共同管理 离婚后 妻子就有全分割婚后工厂股份的增值部分 因为这是婚前个人财产 经过夫妻共同经营增值了 增值的这部分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第二 是受到人身损害时获得的赔偿和补偿 例如 一方因受人身伤害而获得的医疗费 残疾人生活补足费等等 这些财产具有人身性质 是保障受害人生活的基本费用 必须归个人所有 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我之前在最高法院遇到过一个案件 一个女子被车撞伤 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 获赔了四十多万元 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后来她和丈夫离婚时 男方就要求分割这笔赔偿金 因为当时还没有规定 人身损害赔偿金属于夫妻个人财产 如果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时就要分给对方一半 女方的生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我们批肤 这种赔偿金应该属于个人财产 男方无权要求分割 第三是遗嘱或争议合同中 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假设小李和小菊结婚后 小李的父亲又给他送了两套房 并且指明房产只能归小李 不能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小李接受争议后 房产也就只会是他的个人财产 不算是夫妻双方共同所得 这一点是为了保护被继承人 争与人支配自己财产的真实意志 是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如果争与合同和遗嘱里 没有明确规定财产只归夫妻一方所有 那这一部分财产就应该算是 夫妻双方婚后所得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第四是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例如个人衣物 资料 化妆品 其他私人用品等等 其实这一部分财产 无论婚前婚后都应该属于个人 因为通常极具个人属性 既然说到生活物品 它就不应该包括婚后所得的贵重物品 和其他奢侈品 因为这一部分物品价值很大 完全归一方所有是不公平的 例如张三嫁入豪门 获赠了一枚价值几十万的婚戒 如果事后要分割共同财产了 戒指当然可以保留 但得对物品折价 补给另一方相应的金钱 最后一类 是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 这是一个兜底条款 包括的内容很多 比如 推武转业军人的转业费 医疗补助费 夫妻一方的人身保险金等等 这些财产也具有比较强的人身性 应当归个人所有 再如 与个人身份密切相关的奖杯 奖章 国家资助的科研军贴 个人创作的手稿 文稿 艺术品设计图 草图等 也永远为个人所有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别看今天 民法典对夫妻个人财产 规定的还比较完备 有这样的观念转变 其实很不容易 我在第58讲的时候说过 传统的立法观念 特别强调夫妻财产要共同享有 要严格限制个人财产 为此还规定过 个人财产经过一定时间 应该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财产问题有它的特殊性 不能完全按照婚姻家庭法的逻辑来 还是要尊重财产法的基本规律 也就是个性化 强调个人产权清晰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个人权利 明确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 也了解保护它的必要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法律具体会怎么保护夫妻个人财产呢 既然保护的是财产 那首先肯定得符合民法典礼 有关物权和其他财产保护的一般规则 最基本的一条 未经财产所有权人同意 其他任何家庭成员 包括夫妻对方 都不能侵害夫妻个人财产的所有权 夫妻个人财产不受侵犯 只是防御性权利 除了防御性权利 夫妻一方还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 主动支配财产 有权占有使用处分自己的财产 不受他人非法干涉 最后 在夫妻关系终止后 夫妻个人财产不参与共同财产分割 比如离婚时 夫妻个人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完全归自己所有 再如 夫妻一方死亡时 夫妻的个人财产 要和夫妻共有财产分开继承 假如张三的太太李氏去世了 李氏在共同财产里的份额会被继承 李氏自己的个人财产也会被继承 两类财产不能混在一起 好 关于夫妻个人财产 我们先说到这里 简单总结一下本讲内容 第一 夫妻个人财产不是所谓的小金库 不是偷偷摸摸从共同财产中挤占出来的财产 而是依照法律规定完全归属于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 第二 财产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性 不能完全按婚姻家庭法的人生关系逻辑来 还是要尊重财产法的基本规律 强调个人产权清晰 这样才能保护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第三 夫妻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切害 包括对方配偶 结合前面的分析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开头的案例 小李在给房屋办产权登记时 写了妻子小菊的名字 按说小菊就应当是共有人之一 但是小李在婚前就与开发公司签了拆迁补偿协议 明确可以获得两套房屋补偿 从这一点看 其实房屋小李在婚前就取得了 只是婚后才补了登记手续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 婚后双方都没有对房屋进行过使用和管理 也就是说 小菊其实一直没有参与过对这个财产的维护 所以法院最终会认定房屋 仍然是小李的个人财产 而非婚后所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并非没有道理 听完这一讲后 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想请你分享一下 除了课程里说的 你认为还有哪些财产应该只属于夫妻个人财产呢?